你好 欢迎收看3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由县府教育处主办财团法人食材资源产业研究中心 承办的斜杠主张花莲特色教育展 30号在后山山后故事馆举行 结合了现任有15所学校 规划包括了工艺生活家、艺术设计师、智能制造者 还有音乐舞蹈加四大主题 以学生的角度透过实体策展和多媒体 来呈现花莲特色教育的成果 后山山后故事馆与实验商店 让学生丰富的作品与通路结合 实际贩售并且透过市场的回馈 辅导学生共同思考创意商品化的过程 以及事业的方向 交由产学合作 满足学生创作以及行销学的理念 30号花莲政府教育处与彩团法人食材 及资源产业研究发展中心 共同来办理闲杠杠主张花莲特色教育长活动 现在许正位教育处长李育仁 共同来揭开活动的开幕仪式 但是希望藉由大家的脸书 Line App或者大家的形象通路 可以让花莲的孩子的作品被看到 让我们的孩子更加有信心 让他能在他的学术领域里面 在他的兴趣里面 增加他们的翅膀 和增加他们的能量 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孩子的贵人 我们一起来启发他 一起来协助他 拉他一把 让他展示上腾 谢谢 新闻许中文表示 这次攜手县内食物所学校 特色教育特展活动 首创实验商店 县体产学合作 群聚发展并且规划 包含公益生活家 艺术设计师 智能制造者 以及音乐舞蹈家等四大主题 透过实体策展 与其多媒体呈现花莲特色教育的成果 记得终于见下报道